《我是歌手》到《歌手》尽管名字有所更改 但是《歌手》这一IP的人气和热度却始终居高不下 遗憾的是《歌手》这一节目的质量在持续下跌 2020年播出的《歌手》当打之年仅拿了4.9分 这是《歌手》史上最低豆瓣评分 在《歌手》暂离的这4年时间里 各类高质量音乐类型综艺层出不穷 从《天赐的声音》到《声声不息》 再到《时光音乐会》 每一档音宗都在市场上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至此之际 《歌手》想要重新回归市场 抢占市场份额 那么自然要另辟蹊径 因此 在官宣定档之后 《歌手》2024 直接官宣将进行直播敬演 参加节目的歌手们将全开卖线上live秀 真实开唱 全开卖live 这场的演唱形式还是场场直播 这无疑让网友们感到热血沸腾 纷纷期待着《歌手》2024 官宣歌手阵容 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视听盛宴 只是等到歌手2024开播 大家才发现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歌手2024共七位首发歌手 他们分别是中国歌手纳英 汪苏龙 杨成林 海莱阿牧 中国乐队二手玫瑰 美国歌手Shanté More 和加拿大歌手Failzier 细看会发现 华语歌手中只有一位老将 他就是纳英 直播开始 每一位歌手都大显身手 直播敬演一方面是 能够感受到歌手的真实水平 让他们展现自己的唱功 另一方面是观众也希望能够看到 歌手们原汁原味的演唱 期待神级现场的诞生 在直播中 确实每一位歌手都难免紧张 他们也都尽力地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只是水平的确也是参差不齐 看过了歌手2024 首场直播敬演的观众 只能说自己对华语歌手的期待太高 其中汪苏龙 杨成林等人的表现 更是让人直呼失望 汪苏龙在节目中演唱了自己的原创歌曲 名为《想到我们》 从选歌的角度来看 这首歌过于平缓 没有太大的起伏 而汪苏龙的演唱也并没有令人惊艳 反而让人对他的唱功产生了质疑 有网友直言 没想到汪苏龙唱功居然这么一般 他的喘气声好大 唤气特别明显 气息也并不平稳 汪苏龙是平稳 杨成林就是紧张了 杨成林这一次演唱的歌曲是 《带我走》 他一开嗓 大家就感受到了他的紧张 虽然后续渐入佳境 但是整体来说这首歌的演唱 还是让人觉得瑕疵过多 《二手玫瑰》可以说是中国比较具有个人特色的乐队 他们在歌手2024的首场直播竞演中选择了《耍猴》这一歌曲 这首歌确实强烈地凸显了他们乐队的独特 也加入了很多中国传统乐器 但是大部分的观众只感到了尴尬 有网友直言《二手玫瑰》还是适合音乐节 演唱会 这种直播让他们本来应该松弛的表演变得好生硬 莫名尴尬 甚至还有网友觉得耍猴出现在歌手2024的舞台上有一种水土不服的感觉 总的来说首发的华语青年歌手基本都有或多或少的问题 要么是唱功被质疑 要么是紧张导致效果不好 要么是歌曲的选择和节目的风格不服 唯一得到认可的就是老江纳英了 他的一首《莫》直击人心 至于两位外国歌手 可以说是都发挥出了他们的正常水平 看到他们在舞台上上游刃有余的演唱 不仅现场的观众 连同台静演的华语歌手都被惊艳了 纳英强颜欢笑 汪苏龙激动地举起两个大拇指点赞 杨成林双手合十五珠嘴 表情叹服 静演结果也不出所料 两位外国歌手占据了第一名和第二名 华语乐坛的老江纳英获得了第三名 之后就是第四名汪苏龙 第五名《二手玫瑰》 第六名杨成林 以及最后一名海莱阿木 看到这样的敬演结果 网友们在觉得意料之中的同时 也不禁调侃起来 两位外国歌手是曾经站上过格莱美舞台的实力派 汪苏龙和杨成林则是音乐节的常客 海莱阿木从星光大道的舞台展露头角 纳英则是国内各大金曲奖的常客 至于《二手玫瑰》则被调侃 适合去红白喜事的场合表演 前两名被美国歌手和加拿大歌手占据 纳英守住了第三名 此情此景 有网友不禁挽梗 称抵抗洋人是叶赫纳拉师的宿命 还分别做了表情包 据悉 纳英的姓氏 乃源自满族姓氏 叶赫纳拉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网友 还拿出影视剧中的台词大庆的臣子们 都哑巴了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让洋人欺负我吗 并且给纳英做了对应的表情包 配文则是那余歌手 都哑巴了 你们怎么不说话呀 让洋人欺负我吗 歌手2024播出之后 乐评人丁泰生 也发视频说了自己的看法 他称赞两位外国歌手 分别是无懈可击 和近乎完美 纳英是国内最顶级歌手 汪苏龙歌太平了 嘲讽二手玫瑰砸场子 杨成林是真不会唱歌啊 细看这场热闹 大家会发现 歌手2024 出圈的不是神级舞台 歌手唱功 而是纳英的无助 华语青年歌手实力的争议 这一场竞演暴露的 又何尝不是现在华语乐坛青黄不接的困境 修音 假唱 粉丝空评等现象 造成的华语青年歌手 唱功成一的情况呢 歌手2024相关话题被热议的同时 五月天的假唱风波也因最新上海文旅局的回应而再次发酵 看到这种种现象 有网友哭笑不得的表示歌坛有修音有假唱 影视有替身有配音 你们那鱼赚钱真的很轻松 到了这个时候 华语乐坛也该醒醒了 离开了修音和假唱 所谓实力派歌手 究竟实力如何 歌手2024的舞台有何尝不是一个照妖镜呢 赶站上这个舞台的人 起码比听到直播敬眼 就婉拒的人有胆量 歌手2024首期播出之后 因为那鸣独称局面 导致不少网友纷纷心疼 并开始在线谣人支援 而纵观目前华语歌坛老将 除了那鸣还有韩红 于是韩红评论区也沦陷 对此 韩红本人也是在线冲浪 先是回应表示 大家都在找他 并直言正在路上 火速引发网友围观 而后 韩红再次发文 主动现身想要上阵 称 我是歌手韩红 我请站 同时艾特勒歌手官威 目前 事情进展到哪里 节目组有没有发出邀请 后续是不是真的可以上 还无从得知 不过从韩红的态度看 他是愿意来增援的 对此 网友纷纷表示燃起来了 以韩红的实力救火没问题 他的唱功 大家还是有目共睹的 还有网友喊话 节目组快点看过来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这件事有些炒作过头了 搞得像什么一样 反而让外国歌手尴尬 好像有些玩不起 大可不必如此 还有网友觉得 这样娱乐营销 给谁歌王都很难收场 肯定会有争议 其实韩红这次积极 也是因为 他跟节目深度合作过 他是歌手第三季歌王 并且在后续参加过 不少节目晚会演出 可以说是湖南台老熟人 他能来参加 应该不是难事 甚至可以说顺水推舟 只是目前看 歌手最尴尬的 还不是没有歌手来 而是怕有歌手真来了 反而会显得玩不起 因为节目组这一季打造的 就是更加国际化 更加融合交流 因为怕输就邀请歌王回归 怕是只会被吐槽 另外就是 韩红当年参加比赛时 也有过争议 曾一度嚷嚷着 要退出比赛 也被质疑输不起 还有一点是 湖南卫视的综艺 一直以来都有剧本的争议 包括《浪姐》等节目 都被质疑过 甚至这一季开播第一期 《胡海全嘴嫖》居然也是剧本 甚至提词机都写得明明白白 令不少网友对节目组 再次产生信赖危机 如果真邀请韩红回归 那老江纳英可能不仅不会轻松 还会更加压力大 毕竟他是第一次参加 肯定奔着歌王去 情况焦点也会扭转 除了韩红 还有彭佳慧 袁亚伟等歌手也表态愿意支援 后续就看节目组怎么选择了 其实看到这里 大家应该明白 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一档节目 而是华语歌坛现在的窘境 心声带起不来 老将苦苦支撑 各种晚会休音店 英甲唱办开卖 歌手现场实力 早已不堪一击 最后就希望无论韩红去不去 都希望歌坛能够警醒振作起来吧